在前段时间,全息坚果也是迎来了五阶能力的开放 看介绍,简直也太强了吧 重生的次数越多,全息坚果的生命值也将越高 但重生的一百次岂不是 想想就美滋滋呀,好吧 今天咱们就来试试全息坚果重生一百次 那时程度能达到什么地步 嗯,为什么感觉没什么变化了 我们再把刚刚的对比一下 还这是啊,在全息坚果本是第四次开始 将是吃掉它所花费的时间就是一样的 难道说有封顶 我们去找找相关资料 每重生一次,增加一千生命值 封顶一万 啊,这,高坚果生命值都是两万啦 你这重生四次还只是一万 还好提前发现了 难以随随随随等它重生一百次 全息坚果,我想万愿一封你们最费 好,很好